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换不来真心相待 也得不到礼于尊重 结果涂炭事态炎凉 任性冷乱 自己却束手无策 无可奈何 没有人天生就是弱者 是你选择了懦弱 才被人欺负 你要是狼就能天天吃羊 你要是羊只能天天喂狼 来眼狼都是你自己惯的 要是没性格 没脾气 别人就对你肆无忌惮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会有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的话 软柿子好捏 所以更容易被欺负 我们其实分得清善良和软弱 也知道自己的心软是处于良善 可是别人不会这么想 善良的人大多都好脾气 因为知道你不会轻易发火 所以不会怕你 无端端的就会找你麻烦 你自认为没惹到任何人 所以也不会有不好的事情找到你 可利益面前没有人会管你人好不好 心地善不善良 只要能给别人带来好处 最有可能让你当炮灰 因此人如果越心软 坏的事情就会越多 你的善良早已被当成了软弱来看待 一 什么样的人最心软 每个人都想安稳一生 日子哪怕平淡点 只要顺畅 少发生不好的事情 就可以得到满足 一个容易心软的人必然很老实 因为想过安稳的生活 所以也不想惹事 凡事尽量能比则比 能忍就忍 可是很多时候 别人不会因为你的忍让 就放弃对你的攻击 相反 你越退 别人越觉得容易 然后会一步步地向你靠近 直到把你逼到决心为止 那些总被欺负的人 往往就是最心软的人 可能在你自己看来 自己的心软是善良 只要自己安分守己 就可以不被欺 但你忘了 对你来说是善良 在利益面前 别人就会看作捷径 如果通过你 可以更快地得到想要的东西 我想它一定不会绕过你 去找别的更难的走的路 所以心软很可能 给你带来更多麻烦的主要因素 二 不是所有人都对得起你的心软 那么多人的善良都被曲解 你怎么知道 你的善良就一定会被别人懂得 很多人喜欢混勺视听 就算懂也会假装不懂 因为他知道能给他带来好处的人 善良大多数时候 会被人理解为软弱 心软的人总是太在意别人 太注重双方感情 别人对你好 你会对他好双倍 甚至把整个心都给他 即便被伤害 只要他说几句道歉的话 你就会原谅对方 也总说着一句 我没事 让人觉得你没脾气 心软的你 本以为一次次的退让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心 可是结果却很伤你的心 他们不但不会接受 反而把你这些视为你的弱点 没完没了地触碰你的底线 没有人会对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同行 或者退让 得一寸 近一尺的例子并不少 因为刚尝到一点甜头 很难就此掉头 利益有时可以寻心 它让真相很难真正地暴露出来 不是真的不懂 而是不想懂 仗着你脾气好 不会计较 所以没底线地欺负你 因为认为你不会在乎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 自己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反而更变本加厉地欺负你 不要觉得你的好 可以管化所有人 心软很可能 让你一次次地陷入麻烦 做人要学会区分好坏 选恒利比 你越是心软的时候 欺负你的人反而越多 善良没有错 但是要分得清楚 对丧是谁 与人为善 必须要对善良的人 因为你们都具备了好的品格 彼此可以理解和珍惜 也懂得善良什么 做人做事 分得清是非对错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包容 不是所有事都应该原谅 你必须要保证 你的原谅 可以让对方迷途知返 而不是变本加厉地对你释怀 如果事情的结果 可以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那善良就用对了地方 倘若对人心软 只会让结果越来越坏的话 就必须狠一点 拿出自己的态度来 千万不要让人 认为你好欺负 心软是善良 绝对不是软弱 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很多法则要懂得灵活变通 不要企图对所有人都好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你的好 有的人心地善良 对谁都很不下心来 在很多事情面前 容易做出让步 因为心软 所以一次又一次地 原谅了别人 可是这样做 只会给别人 更多伤害你的机会 在大多数人看来 心软的人 一般只要不是太过分 都不会放在心上 所以你不说 就没有人知道 你不喜欢别人 这样对你 在有些事情面前 你一定要表现出 自己的情绪 做事讲究原则和底线 不要一味地原谅所有人 他们不值得你付出 心软善良 应该被赋予更多更好的意义 而不是浪费在那些 不善良的人身上 有时候 越心软 越容易给自己 得来坏事 最后 还是自己担着 假如面前的你 也是这种 心软的人 希望你从此时此刻开始 学着好好疼自己 爱自己 当你疼自己 爱自己 这个世界才会疼你 爱你 不要让心软成为你的软肋 更不要让那些不好的人利用 不要因为别人哄你几句 就对别人掏心掏肺的 把别人视若珍宝 让他们知道 失去你这个朋友很可惜 更要他们珍惜你 对他的好 释迦牟尼说过一句话 不论你遇到谁 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他一定会教会你 一些什么 这句话深入我心 也学会了懂得 用了精力 才会慢慢地成熟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一张白纸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母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